17名蓝尾一字排开 认真听中方解说 参访完小米汽车工厂 在直奔北京自动驾驶示范区 今天的参访对我们来讲 就是收获很多 那么你们会把相关的经验 带回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 对中国汽车工业赞誉有加 翁小林也在脸书晒照 分享试驾心得 和罗民才各座正副驾驶座 笑得灿烂 不过这回蓝尾访团 原先传出只有10人 出发当天突然壮大多出7人 名单还涵盖立院八个委员会 司法法治有总召傅昆奇和翁小林 财政有赵伟 罗民才 陈玉珍 外交国防则有黄仁 传出正是因为北京要求 带齐各委员会成员 希望国民党作为立院最大党团 能为两岸关系发展排除障碍 进一步推动国安无法修法 有这17位立委坐在那一边呢 等于中国可以直接对台湾的法律下指导器 反渗透法要去动它 国安无法要去动它 这将会是台湾这几年以来 最可怕的门户动开 根本是一个抹黑抹红的说法 我们国民党团一定是站在 我们台湾的主体性 人在台湾的国民党团副书记长吉陈青 国民党团更发新闻稿 反击是恶意放话的抹红 只是上回马英九访中后 回台就喊要修反渗透法 学者分析这回栏尾访中 北京重点目的要揽引按住修订国安无法 松绑设命人员附中 以及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管制 可能就是希望说能够顺中国义的一些法令的一个修改 然后这本身是有可能会牺牲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安全 甚至主权的一些问题的 毕竟八委员会各有立委附中 再加上外交国防委员会 上周才召开请建国奏秘密会议 蓝委黄仁就跟团去中国 日委质疑难道是要把最新勤资回报给祖国 中共背后盘算不可不胜防 三顺陈日记续线台北采访报道